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一生不凡 过人与几个男人之间成为了历史上的 传奇 萧皇后九岁的时候就被杨坚挑中 想要给儿子杨广定下一门亲事 十三岁的时候 萧皇后正是与杨广成亲 可以说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二人婚后的感情非常的好 杨广虽然昏庸无道 但是对于萧皇后 她还是非常尊重的 杨广篡位之后 萧皇后正是被册离为皇后 此后 她为杨广出谋划策 使隋阳帝初年的政治十分清明 可是后来隋阳帝沉迷于所见的万事工业之中 自认为是千古一帝 便逐渐沉沦降了 不久之后天下大乱 各路起义军结成反随联盟 最终杨广被自己的亲信宇文化籍所杀 宇文化籍垂涎于萧皇后的美貌 便自立为帝 封萧皇后魏淑妃 萧皇后又成了宇文化籍的玩物 宇文化籍这个皇帝还没当几天 就被当时的起义军首领窦剑德打败了 宇文化籍自杀 窦剑德又将萧皇后抢了过来 但是由于窦剑德的原配十分凶悍 每次元皇的时候 窦剑德的原配总是拿 招一把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追得窦剑德仓皇逃窜 最终无可奈何 只好将萧皇后交给了突厥人 没过多久 萧皇后又成了突厥可汗的心上人 萧皇后半生绅士飘零 长期的磨难早就让他心灰意冷 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 后来不幸的是突厥可汗 又在与唐太宗交战的过程中 失败被俘虏 唐太宗为了惩罚突厥可汗 将萧皇后认为己久 此时的萧皇后已经四十八岁了 而唐太宗才仅仅三十三岁 年轻的唐太宗对萧皇后一见钟情 虽有后宫加力三千 但是还没有一位能够与萧皇后相比 唐太宗在感叹之余不觉犯了男人共同的错误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炫耀 为了迎接萧皇后重回故土 唐太宗特意为萧皇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上各种奇珍异宝 珍羞美为应有尽有 看着自己打下的这片大好河山 唐太宗好不得意的对萧皇后说 你看真之今日与当年的阳广如何 唐太宗的意思是让萧 皇后好好夸夸她 满足满足她的虚荣心 但没想到萧皇后说了一句话 就将唐太宗修的面红耳赤 萧皇后一正言辞地回答说 陛下您是开国之君 跟谁比不好 非要跟一个王国之君相比 唐太宗一听心中十分羞愧 对萧皇后反而更加尊重 萧皇后在大唐生活了十八年 直到六十七岁才去世了 萧皇后去世之后 唐太宗非常的悲伤 可见 萧皇后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参好文献 新唐书随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萧皇后来